《佛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讲《菩萨戒本经》 但在未讲之前 我想我们最好是温故而知身 大家可以先放下 我们温故而知身 讲一讲很简单的几句 可以 remind大家 为何要学戒 为何要受持戒 这些要知道 众生为何不能够 从生死烦恼中解决出来 为何我们生生世世要轮违于生死 六度轮违受苦 为何不能够从生死苦海中走出来 这是一个大前提 为何要学佛 就是要了脱生死 要离苦得乐 第一件事一定要离苦得乐 了脱生死 然后迈向阿罗多罗三妖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 觉悟而成佛 至少要了脱生死 这是很重要的 要了脱生死 一定要从生死烦恼中解决出来 为何有生死烦恼 因为内心有虚妄分别 内心有颠倒 心经叫做颠倒梦想 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 颠倒梦想是什么呢 无名如痴 我们虚妄的分别心 即是执着 对于五蕴色受想行识 认为五蕴里面有个我 执我 色受想行识 就是我执我 除了执我 还要执法 他认为能够了别 五蕴皆空的智慧 是真实的 是有的 是有自性的 这叫执法 执了我又执法 所以如果要远离颠倒梦想 超脱生死六道轮回 一定要从修心里面开始 一定要消除内心的烦恼 如果有外境 有所缘境的时候 能源如何能够调伏自己的心 能够消除自己心内的烦恼 才不会作业 不会受报 如何消除烦恼呢 烦恼有很多种 如果根据唯识学来说 有二十六种烦恼 善的只有十一种 善心所十一种 烦恼心所二十六种 我们只要靠烦恼有粗有势 粗的烦恼稍为有善根 或者家庭的教育 教他做好人做善事 那种学佛者 粗的烦恼容易应付 杀生偷盗 邪淫妄语 这些粗的烦恼 我们一看便知道 这是做事不对 这是专骗人的 这是专讲妄语的 这是邪淫的事 这是偷盗的事 粗的我们容易见得到 也不是容易的 一定要有善根的人 或者他家庭教育 有先天和后天 先天有善根 后天有家庭教养 有些连先后天也没有 便不断作业受报 所以后天的家庭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就算你有先天后天 有善根 有家庭教育 你可以对付到 有些粗略的烦恼 你可以调伏到 但小的烦恼 比较小的烦恼 只要是靠定位去调伏 怎麽为小的烦恼 我心里面忽然起了一个贪念 我心忽然起了一个悉心的念 忽然起了一个偷盗念 忽然起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念 忽然起了一个亲威的念 有时候你不知道 因为自己不够力量 如果单靠自己的定位 去面对烦恼的境界 我们的定位 往往不够足够的力量 去降伏烦恼 为什麽 为什麽我们的定位 不够去降伏烦恼 因为烦恼是无量的 大家皈依的时候 是怎样发愿的 众生无边 誓愿道 烦恼无尽 誓愿段 烦恼的境界是无尽的 有一个烦恼 就要有一个对峙的方法 佛陀的广律 就是对峙烦恼起的时候 比丘犯戒的时候 用这个律来对峙的境 所缘的烦恼的境 所以有广律 佛陀是十二年之后才有广律 根本一切暴律是后来分的 这些有境界现前 我们对峙的境界 就有界律 境界是无量那麽多 但无量那麽多 我们不可以立无量那麽多界律 所以我们有 比丘二百五十戒 比丘三百四十八戒 有三规有五戒 不杀生不偷渡 不邪人不妄议不饮酒 有八戒 甚至乎有菩萨戒 这些是对境 自己可以联想到 都是粗境而立的戒 如何才有足够的定位 去降伏烦恼 主要是靠持戒 因为真正持戒 一定要透过学习 才得知自己的行为 是否与戒律相应 所以持戒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居士受戒之后 受戒之后 得到戒体 还要恒常去护持掌养这个戒体 令到防非止恶功能 能够日益增长 所以要学戒 广络服励 不仅是受戒 待命令到受戒 不仅要求辙戒 是受戒 还得到学戒 oleh习劳的受戒 因为康知道 烦劳的境内无量 如何能逃her 但虽然学不清 如果万能逃,也有规范 或是为戒律 其中间所谓套 为何 再重复一次 烦恼是由哪里而生起的 烦恼是否由外境生 是外面激怒我 关我什么事 他骂我 我便骂他 烦恼根本是你的能源对所缘境 而生产烦恼 所以《知词记》中说 业无自性 必假原生 缘须众多 不出心境 由境法独 构造成业 境从外缘而生 独从心而发 独是什么 贪亲痴 贪亲痴心 所以 当你身口对境时 由意而产生烦恼 对治之法 是先粗后细 先以戒对治粗境 既然以定位对治内的细境 如果粗境都对不了 对治不了 恒复不了 怎样对治世境 我们通常戒律 以这个捉贼来当一个 譬如 贼为烦恼 我们只是一个譬如 所有一切境 是烦恼贼 戒能够什么 能够捉烦恼贼 只要捉住他 捉住他 他会走 定是绑着烦恼贼 为灭烦恼贼 要灭尽烦恼贼 才能够 恒复自己的心境 所以 我们要记得 一定要 对境 所缘境 你的心能缘的时候 你能够 懂得如何以戒对应 居士是要学戒的 如果你不学戒 你虽然有个戒体 你没有防非止恶的功能 所以居士学戒 要知道戒律的开 借 慈 饭 轻重 方便等等 别人问戒律的开借 慈 饭是什么 现在我和大家review 重复 从温故而知身 戒律的开是什么 开是exceptions 开是什么 许可理 通常声闻的戒很少开 很少说 你不准做这件事 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你可以可以做 声闻界的开 exemptions 是很少很少的 是很 很严谨的 你不可以这样做 不能开的 很多不能开 不能开完 菩萨界就有很多开完 如果我们说菩萨界 有很多开完 开完即是说 虽然你不可以做某件事 但是在很多情况之下 是准许你做的 有很多开完 为什么菩萨界这么活 可以这么多开完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做度众生 十波罗蜜里面有方便波罗蜜 如果每样都密守成规 你怎样做众生 所以有很多开完 例如病戒 病戒病的人 自然有人照顾他 而你自己要修行的时候 你不去探病 开完 你不用去 因为你知道有人会照顾他 没有人会舍弃他 这些是开完 叫做开了 遮 决定不准做的叫遮 禁止的叫遮 当你开了遮时 又怎样 禁止的雨水撇在你身上 你怎样记住 遮即是禁止外来的 禁止 肯定不准做 prohibitions 持呢 持呢 有止持和作持 犯有止犯和作犯 什么是止持 止持就是 身口热不准做的事 所有的恶事 要受持 不准做 作持 作持是要做的 有些不做不行 什么是作持 作持有两个 一个是被动的 一个是主动的 饭也是有被动的 有主动的 持的主动是什么 持的主动是要行善 要有揭磨法 要忏悔 要结下看拘 要有自恃 这是要做的 actively做的善法 passively passively就是不准做的事 菩萨界不准做很多事 不准做 二百五十戒有很多事不准做 这是指持 不准做的 饭又有止饭和作饭 作饭就是actively做的饭 你犯了身口二三叶 恶的事 这就叫作饭 子饭呢 我坐在此什么都没有做坏事 但我又不去修行 又不去探病 又不去诵经 我以后是懒惰 我没有做错事 我自己懒惰 懒惰也是犯 是作饭 在菩萨界里面 蟹苔 是非呼掩起 轻点 是非呼掩起 这些 basic概念 简单的 为何要学戒的概念 你时常都要在你的脑里面 迂回着时常 告诉自己 为何要学这个戒 不要忘记你的初衷 因为背了戒律 背了戒律 那头也犯戒 为什么 你不知道 学戒的目的是什么 你只是从文字里执着了文字 所以你最重要是 知道学戒的原因 我现在第三十一戒 不同事戒第三十一 若菩萨 住律仪界 见众生所作 以亲恨心 不与同事 所谓私良诸事 若行路 若如法轻利 若田业 若木牛 若祸增 若吉梅 若福业 这叫做不同事戒第三十一 若菩萨住律仪界 若菩萨住律仪界 安住在律仪界里面 见众生所作 什么是安住律仪界 大家知道三罪淨界 涉律仪界 涉善法界 涉众生界 三罪 罪的意思是类别 涉善法界 即是修一切善法 菩萨行道 修身口以三叶之善 回向无上菩提 要刀涉六根 修六道波罗蜜 这是善法界 涉众生界 遥益众生有情 要广化一切众生 以慈悲喜舍 利落一切众生 那便是涉众生界 但还有涉律仪界 涉律仪界 是所有界里面应该遵守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安住在律仪界里面 见众生所作 凡是众生所应做的善事 应做的好事 见到众生 你自己受了菩萨界 安住在律仪界之中 守着菩萨界 见到众生 他所应该做的 一切善事好事 见到别人做这件事 以亲恨心不与同事 以亲恨心为何解 即是不喜欢 不愿意 有妒忌 不愿意帮忙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自己受了菩萨界 不知犯 见到别人 我要做某某的善事 有种妒忌心 你做善事 你想好报 或有好报应 我何必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 等你早点有好报应 我何必帮你 有些人有个妒忌心 如果你这样 翻戒 你不愿意帮助别人的心 亲恨心 妒忌心 就算翻戒 举个例 所谓 施良诸事 若行路 若如法 轻利 若田 若木牛 若祸增 若吉 若福田 不与同事者 是名为 凡众多凡 翻译这部戒经时 是古代的翻译 古代的交通不方便 有些人去远行 身体很散弱 想找人帮忙 找人作伴 你不去 你明明是有空 他想做某件善事 或者去扶贫 去到一个很偏僻的地乡 去扶贫 没有人帮他拿东西 或者没有人为他作伴 你自己有时间 为何要帮你做善事 你发起这心 这钱是你的 我帮了你 对我有何好处 我不去 我不帮你 若行路 若如法轻利 他做了很多事龙工商的合法善事 在家菩萨可以帮忙 出家菩萨也可以帮忙 你不去帮忙 若田业 即是那些属于好的事 他要耕田的 要养活 或者他将田所俗色的收入 作为做善事 你不去帮助 若木牛 即是古往说木牛 若和僧 和僧即是调和糾纷 若吉会 有些人有庆功宴 有些善事 他要善庆聚会 你不去 你不参加 你不帮助 所以 受了菩萨界的人 对于做善事 是要很积极的 有很多人做善事 你做善事 不是我做 我为何要帮你忙 你便犯戒 自名为 凡众多凡 是凡污染起 若懒惰蟹苔 凡非污染起 所以这就是 只犯 你懒惰蟹苔 我没有 我没有犯到事 我懒惰我不去 我不要宁愿看电视 我休息一下 我为何要帮你忙 帮你忙很辛苦 你认为是这个没有犯 我又没有做恶事 你就犯戒 犯轻 犯非污染起 犯轻的戒 不犯者 若病若无力 怎会不犯 你自己有病 怎可以帮人 帮不了 所以这些 不犯者 就是开源 要知道每一个戒律 要知道戒律的开遮饭 戒律的轻重 戒律的忏悔方法 若不犯者 若病 你自己有病 怎可以帮 身体不好 帮不了 若无力 力量不够 这是physical 自己的力量 怎可以帮你走路 自己走几步路已经喘气了 自己年纪大了 若无力 或是钱财 那方面 你想我捐多少钱 但我不够那么多钱 我不是不想随缘 你说要做善事 你叫我捐一百万 我自己的身家只剩十万 我捐一百万给你 我无力 若比智能扮 若要你帮助的人 知道他自己会搞得行 肯定会搞得行 便不用他帮 所以很活的 菩萨界的开源是比较活的 若比有多伴 如果他有伴侣相伴他 他已经有很多人跟他在一起 来帮助他 作有人跟他作伴 若比所作事非法 若他所做的事 不愚法 便不需要帮助 非二 没有真实意义 便不需要帮助 若以方便令比调伏 即是如果我不去 反为能调伏他的心 所以我不去 在这情形是怎样 例如 他犯了很多事 你是他的老师 他犯了很多事 你要表示 他对他所做的事 是不满意 他今次叫你的时候 你便跟他说 你以前这样的事 这次我不帮你了 因为你以前这样的事 见到你不帮他 他感觉到惭愧 令到他调伏 你不帮他 反为令到他调伏 但你要小心 行事 未必 可能你不帮他 令到他更加厌恶 未定 所以你要知道的情况是怎样 如前说 若先许他 什麽叫若先许他 若你答应了别人 帮别人 已经答应了帮别人 你不可以去帮他 这是不犯 若比又怨 若你帮了他之后 他还产生很多怨言 你知道他产生很多怨言 你便不需要帮他 若自修善业 不欲暂废 若自己正在做某样的行词 修持方面 不可以暂废 若你做伟罗 别人叫你去帮 我现在在做伟罗 在做月仲 在做帮忙 我帮不了 我不可以暂废 若性暗顿 若自己也没有这个智慧 能帮你 越帮越忙 怎样帮你 我便帮不了 若乎多仁义 很多人的意见 都认为 那个人不可以跟他 时常相处 跟他相处的人 多数不是好人 若你又去作伴 走在他那里 人们会怀疑 这个受了菩萨界的人 你看 那里参加 这个人是时常赌钱 打麻雀 时常打十三章 打排九 时常都去他那里 这个人都是赌钱 若乎多仁义 但多数人都认为 跟这个人一齐 是同流合污 那你就不要去 若乎增济 如果增团 有某一个规律 认为这个人 你不能帮他 因为揭磨之后 因为某某事 他要忏悔 或者做某某事 增团里认为 你不可以帮他 你硬帮他 不可以 若乎增济 维乎增团的规矩 你不帮他 那就不犯了 所以有开源 第三十二戒 不看病戒 若菩萨 见雷病心 以亲恨心 不枉瞻事 是名为 凡众多凡事 凡污染起 若菩萨 以雷病 雷病即是身体散药 身体 见雷病人 即是 若受菩萨戒 在家出家也好 若受菩萨戒 见到有些身体残弱 而且病的人 以亲恨心 不枉瞻事 是名为 凡众多凡 以亲恨心 即是不欢喜 不愿意 或是以前 与他有个冲突 有个磨擦 你不去看病 他以前骂过我 我怀恨在心 为何要看他病 我受菩萨戒 他骂过我 为何要看他病 你犯了 你以亲恨心 就算你受菩萨戒之后 他以前对你有冲突 骂过你 与你有磨擦有冲突 如果他有病 你不可以怀恨在心 你也要去看病 你不可以说 如果陈居士 很差的那个人 以前骂过很多人 他有骂过我 我为何去看他 他往生他的事 我为何去看他 你便犯了戒 而亲恨心 不去看病 因为《梵妄经》 《菩萨戒经》里面也说 八福田中 看病福田 是第一福田 什么叫福田 即是 田者 你耕种下去 你就会有收获 这个田 你看病 你看病 探病人 你以为浪费你的时间 那是令到你种下好的种子 令到你增幅 那个田 看病人的田 成为一个田 你一落种子 你就会增幅 即是说你贪病 是福田 八福田中 看病福田 是第一福田 有哪八福田 佛田 圣人田 增田 和尚田 阿哲泥田 富田 武田 病田 八个田里面 令到你种福的八个田 佛田也未必是第一 佛田能获一切福 灭一切罪 也不是第一 看病才是第一福田 这是《梵妄经》里面说 为何有福田 为何有佛田 你供养佛 这便是田 供养僧也是田 供养圣人也是田 供养和尚阿哲泥 亦是田 和尚就是 揭磨诗 德界和尚 阿哲泥当然是教授 如果你去到另一个佛子 去到另一个佛子 医子的 佛子的主持也好 佛子的当事人也好 他就是阿哲泥 你不可以看轻他 虽然他出家的日子 年龄比你小 出家日子比你辞 但他是这里的主持和尚 或是他这里的当事人 你去到医子别人 食计是 他计划回来的东西 他也是你的阿哲泥 虽然他比你年轻 他比你受戒少 他是你的医子师 你不可以看不起他 傅田 武田 病田 这些事慢慢再解释 是犯污染起 如果你不看看病 就犯污染起 是犯了特吉罗的罪 若懒惰蟹怠 犯非污染起 如果你 止犯 有作犯止犯 你前面就作犯 你不看病人 亲陷身作犯 止犯 我懒惰 我没有这个亲恨心说不看 我懒惰 不动就不动 不动就不动 免得 那些便懒惰在桌 不犯者 若治病若无力 上面讲 一句戒律里面 有个开遮痴犯 已经聚足了 遮是什么 第一段便遮 若菩萨犯了这些遮 开 就是下面 若有着治病若无力 自己有病 有没有这个能力 若教有力 随信 病者 或是你自己没有能力 没有时间 你教别人 我现在很不舒服 李居士 可否代我去看病 你自己不去 你教别人去 若知被人自有眷属 你自己知道 他有五六个子女 又有太太 又有先生 看着的 你不去 你有事情不去 不需要去 若比有力 智能经理 亦知道 他现在 伤风咳嗽 自己可以搞定 自己会煲药 你便不需要去 所以是很活 菩萨界是比较活 若病素素法 为什麽 他这个病 今天起 明天又没有 明天又没有 后天又起 每天 他病你都要去探 你便疲于奔明 我要受菩萨界 他病一个星期 两天 第二天又不病 第三天又病 为了这首戒 默守成规 到时你就惨了 心里很不舒服 他又打电话给我 又说他咳嗽 为不看他病 法师 是否犯了戒 他明天又好 欲病素素起 一时病一时不病 时常都是这样 你不去都可以 他时常都是这样 若长病 久病床前无孝子 他时常长病 除非你发心 这个人长病 我牺牲一切 我去照顾他 如果你长病 时常病 病几十年 你去看他 你自己不可以修行 你自己不修行到 长病 你不需要看 若修圣 亦不欲暂肺 若你打佛七 禅七 定期 专修课程 亦不需要看病 若暗顿 自己外手外脚 帮不了什么 自己肯定知道 帮不了 自己还有哮喘 到时看病的时候 自己也搞不成 若暗顿 自己也不成功 便不用看 若难悟 我现在修行 我要主修法门 是很难证悟的 我正在主修法门 我可以不去 难受 若我一去了之后 很难将法门 领立于心 我是一个长时期的修行 难辞 亦去了之后 很难辞 自己的某某戒律 可以不去 难缘终住 即是不可以中途暂废 若先看他病 即是答应了别人 看别人的病 我不能去 这便开源 如病窮苦亦以 看病人是这样 对于窮人也是这样 不是病 某人很窮 这戒律 亦apply to poverty 窮苦的人也要这样 不只是病 窮苦亦以 以窮苦来说 你又不去探病 又不去探他窮苦 他未必有病 但他很贫穷老倒 正如病一样 窮苦亦以 都要去探望他 这是菩萨界 说到第三十三界 不见恶人界 若菩萨见众生做今世后世恶业 以亲恨心不畏正说 是名为凡众多凡是凡 染污起 若受菩萨界的人 见到众生做今世的罪 现时做罪 亦都做来世会受到报应的罪 你知道 有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的时间是怎样分 有现报 有生报 有后报 三种报 现报现时就得到报应 生报 下一生 得到报应 后报 下两生 三生 四生 乃至无量 百千万亿众生 都受报的 后报 如果以 嫌恨心 嫌弃 觉得很麻烦 你不去间谈他 他做错事 你都不告诉他 你嫌恨心 便犯了戒 犯 突吉罗罪 下面就是 开源 不犯者 若智无智 你都是初学菩萨 自己智慧不够 你不需要间谈 因为自己的智慧不够 你都不够他说 他说赢你 你跟他解释的时候 每一句说话他都反驳你 你亦都没有这个智慧 跟他辩论 若无力 你的福德 恩怨力量不够 你自己没有这个地位 或者又没有份量 说话他不会听你说的 你便无力 若始有力者说 若彼智有力 或者 你请别人去勸奸他 别人已经答应了 那你就不用去 若彼智有力 若你认为 他自己有善根 他会知道改 他自己有自觉力 若彼智有善知识 若以方便令彼调幅而传说 若他自然有善知识 跟他解释 你不理会他 他认为反省 也不需要去 若吟正说 与我亲恨 如果 你跟他说 他反而产生 he恨你的心 亲恨心 你又不需要跟他说 你越跟他说越焨 你不用跟他说 若出恶缘 若颠倒为 若反而招致他 若反而他临加缘 要临加临 不要去 若颠倒为 即是你去奸他 不应做恶事 他反而颠倒他的心 或者令他这样奸他 颠倒他会自杀 反而劝奸他 也会引起他自杀 或者引起他去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所以知道他 就不可以劝奸他 所以做菩萨要很大智慧 若无爱敬 若你去劝奸他 他还对佛法产生反感 若伏给人 人性 性弊 龙类 弊就是evil 即是不好的东西 wrong criminal 叫弊 龙类不调和 个性还强 偏执 会偏执 偏执于一词 所以这里我讲到 《不见恶人界》第33 今天就讲完了 《不见恶人界》第13 目的動画 写到 Even the 简直到